我是称医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家人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已经回到马来西亚了 今天是8月27号 我们回来了两天 感谢主过去整个月 女儿 女婿 还有孙子 家人们有一个美好的相逢和团聚 真的是感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华木兰的角色与真我 为什么我谈这个呢 因为这次在英国的时间多了 就重看华木兰 重看华木兰 大家都很熟悉的 家义乎小的一个我们中国的平坚故事 在我重看华木兰的时候 这次我特别留意 这个华木兰里头 华木兰的主题曲 是英文版的 它有中文版的主题曲 也有英文版的主题曲 我特别喜欢英文版的主题曲 它是Reflection 它的歌名叫做Reflection 导影 就是导影 Reflection 英文版的 这是很好的名字 很好的名字 当我特别注意一下歌词的时候 英文版 还有整套电影当中那一段 这个华木兰 华木兰 在自己手上 他握着的箭 他手上握着的箭 来把箭 看到自己的导影 Reflection 那一幕很棒 很棒 那一幕很棒 当然是电影 但是这里反映出Reflection 这一首主题曲的意义 意义很棒 当花木兰看到自己的导影的时候 在他手上握着的那把箭 他突然就嫩住了 在表情上嫩住了 你可以看到 导影Reflection 是给别人看的 而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 却不一定跟别人看的自己 是一样的 那个导影相同 不一定相同 不一定相同 结果你可以看到 导影是什么 导影Reflection 是指的是 对外 自己对外展示的自己 对外展示的自己 他和真实的自己 会有差距的 花木兰 女扮男装 女扮男装 带父重庆 带父亲去打仗 重庆 变成男人 这主题曲导影非常有意思 加到好处 因为他跟电影的情节很贴合 非常棒 所以有一个很美的意境 叫来人 意境 比如说 这个英文版的主题曲 它的歌词 就如下 它说 这是几句英文版 很棒的歌词 我特别练给大家听 真的很好 很有意思 If I wear a mask 我可以欺骗世界 但是我不可以欺骗自己 所以 这一首主题曲 Reflection 其实它带出了一个很棒的 一个课题 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课题 或者是 这个课题本身有一些 哲学的意味 也有心理学的意味在里头 是什么呢 就是 角色与真我 角色与真我 我们就看花木兰 花木兰他的角色 就是 女扮男装 做一个男儿 党自强的军人 他真正的我又是谁呢 真正的我又是谁呢 其实从花木兰身上 我们也看到 自己 你和我 我们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这种角色 角色与真我 是有挣扎的 是有挣扎的 在那场生活当中 大家都知道 那场生活当中 人们 你和我 常常需要 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里头 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是吗 这是为了什么 适应不同的社会要求和期望 要适应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长期 过度的 扮演不符合真我的角色 可能会带来什么 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 identity crisis 还有心理的压力 心理压力 所以你看 再回到花木兰 这一首主题曲 英文版 这个谈到 角色与真我 Who am I inside Who am I inside 我是谁 我在里面的我是谁 我戴上面具 If I wear a mask 我可以欺骗世界 但是 我不可以欺骗我的心 我不可以欺骗我的心 我不可以 移动我的心 那信徒们 弟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自己审查一下 审查 是我审查一下 旧途 你和我 我们做旧途 旧途是我们的角色吗 或者 是我的真我呢 那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不妨想一下 所以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是在 4篇139篇 23到24节所讲的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识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大家可以 每一天 都读一下 这节圣经 诗篇139篇 23到24节 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